16号的凌晨 花园警方在巡逻的时候 看到了一名驾驶开着窗户 边开车边抽烟 立刻上前盘查 结果发现驾驶身上以及车内 常有毒品夹链带 信号弹以及各式刀蟹棍棒等违禁品 全案警方是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将他移送法办 黑衣男子被警方团团包围 不停大声小叫 就是不愿配合盘查 会这么紧张 原来是因为在他的车上 不仅有一堆刀蟹棍棒 身上还有携带毒品 16号凌晨 中华派出所员 近在华联监林街博爱街一带巡逻时 发现开着白色轿车的灵性男子 摇下车窗再抽烟 于是上前盘查 才发现他是毒品调验人口 有强制采尿票 但过程中 林男却态度强硬 不愿配合 直到被眼尖远警发现 在他的裤带里有毒品后 才愿乖乖配合 经盘查发现该男子为毒品调验人口 并在身上发现甩棍 毒品夹链带等 现场将该男子逮捕带回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证办 由于驾驶开窗抽烟 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巡逻员警在发现后立即上前盘查 没想到却意外查获毒品人口 全案遭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带回侦办 记者 许立琴 欢迎电视报导